你们两个在一起有多久 没有 没在一起 她是我助理 是我老板 这只是助理吗 也是闺蜜的弟弟 我姐的关系 然后 你走后门进来的是吗 对 没错 你们两个给对方的备注是啥 这不太好看了 是啥 我给她的是 你就气我吧 这备注怎么什么由来 她经常气你吗 对 她工作很拼 吃饭时间不规律 每天我给她带早餐 看她都放很久之后 看去解决那么一两口 然后你就生气 你就心疼 我是心疼 但其实就是 可能她不太听我的 能讲吗 有点心疼 女生呢 你给她背注是啥 小狗 为啥小狗 你不觉得她是男奶的 乖乖的 就很像那种金毛的感情 可以单独采访一下你吗 听领导的 领导行吗 可以 你咋还天天给人家带早餐呢 就我自己也要吃早饭 然后在家 她的胃不太好 就给她带 然后让她按时吃饭 你该不喜欢她吧 是 你对她有没有好感 有吧 不然谁会跟她出来逛街啊 你觉得她哪一点最吸引你啊 就用她的话来说 就是事业女强人嘛 长得很好看 然后再加她的一个穿搭这种 她工作很认真 而且干什么事情都很真诚 跟她在一块很快乐 那你干嘛不早点表白啊 表白我工作没了 你觉得你们两个有可能会在一起吗 不太可能吧 因为我比她大三岁 她毕竟是我闺蜜的弟弟 我觉得再好 你们公司是做啥的呀 电商然后带货女装的 你们想不想玩个挑战 如果成功的话呢 我们还会送千岛湖三日游 真的啊 可以啊可以啊 男生这么快啊 男生可以吗 听他安排 听了你打开吧 第一个挑战的就是男生必动女生 然后女生给男生涂口红 这是你刚刚说的啊 可以的啊男生 不许反悔了 好 填这下 这里这里这里 专门给你们找一个人多的小角度 能不能找一个各大关系 女生都自己靠上去了 刚好 来了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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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0 那我们 第二个挑战啊 隔着的跑牌近期十秒钟 哈 哈哈哈 那我開始了 10秒 哎呦我還沒說開始呢這麼著急幹嘛 啊 啊 哎呦我還沒說開始呢這麼著急幹嘛 沒有沒有 好來開始哇 好多接吻啊 好多啊 那就干嘛咽口水啊 好結束 好了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 等会呢我会倒数五个数啊 如果你们想和对方进一步发展的话 就转身并且拥抱对方 如果不想的话就可以直接走掉了啊 打断一下我想再为我自己争取一下 然后让于琴听完之后他再选择一下 好可以 嗯就 嗯怎么说就小狗不太会说特别好听的话 但小狗都会默默地陪着你 在你最需要小狗的时候他都会全力地奔向你 我也一样 就看你每天工作都那么辛苦 就我也想去照顾你 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去照顾你 可以吗 可是我比你大 但我也比你高呀 男生看着就好紧张 女生也好好考虑一下啊 真心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 好 三 二 一 你以为我不转过来了吗 我以为你会走 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不会 那你姐那边怎么办 我姐她也知道呀 她知道 对她让我给你做助理也是想我 你们两个串通的 是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是 太坏了太坏了 那你俩现在是啥关系啊 哈哈哈 我女朋友 啊 真心女朋友 证明一下 哇 我真心的上一道 你说的爱我 还在回回 你给我的温柔 我爱我真的 我爱她的 我爱她的 跟闺蜜的弟弟谈恋爱感觉如何 很刺激 你 真喜欢弟弟 弟弟多香啊 今天叫你们回来呢 是玩一个快文快打游戏 好我们要在三秒钟之内回答 男朋友的身高 180 写码 13 男朋友最喜欢吃什么 真的 真的 我爱你 让我尝尝 我尝尝 全部 惨的吗 有没有看过男朋友的手机 看过 啥时候看到 在一起一个多月之后吧 有发现啥吗 没有 很失望的 哈哈哈 闺蜜和男朋友掉水里先救谁 救闺蜜 你肯定也希望我先救你姐姐 对吧 没说闺蜜是我姐 那我帮你姐救上来 然后我再救你 我怕你体力不是这样 可不 最后就亡命鸳鸯 哈哈 哈哈 我还想对我说 那我问男生啊 女朋友的口红色号 爱吃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在看呀你在说 不是红红色 红色什么红 口红 口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女朋友的脚是什么味道的 笑笑可笑 笑笑 你们结婚之后谁做法 我做 谁管家务 我谁管钱 她 哈哈 那女朋友跟你冷战 你是怎么表现啊 贴过去啊 贴过去 怎么贴 老师别生气了 嗯 啊 啊 那我们今天要回吧 就这样结束了 你们到我准备干嘛去啊 吃饭 好那把麦给我吧 好走 不是任何的理由 你的用